這案子其實它是整個人武區 最快速可以接軌高鐵跟漢神巨蛋商圈的一個案子 因為它在就地理位置來說 它跟三明區就是高雄三明區 只有一座橋的區隔 就一線之隔 那旁邊也不可能有興建案了 因為旁邊是後備指揮部 對 所以我們就是最近了 永遠最近 對 那它也位於澄清湖特定區裡面 所以它回到家裡面的感覺 就好像是我從都市下了班 然後回到一個比較寧靜的一個聚落 然後我們的大樓因為做了24層樓高 其實是當區域最高的 我們前方就有一個7.7萬坪的公園綠地 哇 對 一個雙湖公園跟澄清湖 高爾夫球場跟澄清湖 三個結合起來大概7.7萬坪 所以我覺得這個視野第一個是很棒的 那高馬它是永久洞駅 因為前面這些我們 在我們附近的土地 它的地幕 跟土地的面積 我們去換算 它都沒有辦法蓋得比我們更高了 對 那再來 所以是永久有 不會突然前面 不會突然前面被擋住 對不會不會不會 那我們基地面積它佔地825坪 那24層樓 我們每一戶都規劃平面車位 而且都是大車位 那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退縮的 前面退縮很大 我們退縮的400坪起來 來做歐風的花園 那再來就是說我們的飯店室的物業管理 像我們這一次有做到 只在一個時間點把垃圾放在家裡面門口 就會有人整棟幫你收下去 哇塞 是不用再跑到垃圾間了 對就不用再跑到垃圾間了 那再來就是送餐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知道其實要下樓取餐 蠻痛苦的 對 你說拿外送 拿外送 對 那我們今天既然說我們要做飯店室 但是我們沒有餐廳啊 所以我們不能做room service 我們變相 我們有餐車 就是外送來了 那我們都知道現在後疫情時代 不要有接觸最好 所以放在餐車上面 由我們的物館人員幫你推到你家門口 你就不用出門了 像我們前面講到的食材 我們是比同級的大樓 多了85%的食材用量 一般同級是有多少 我們有做過統計 一般大概24層樓 大概會用在80幾噸的食材 但我們用到快將近200噸的食材 為什麼要做食材 其實像台面來講 我們的廚具台面 因為我們都知道會遇熱嘛 但人造食材它終究裡面就是素質啦 一定有化學成分 但是天然食材它沒有 而且它耐熱 所以不管你這邊烹調的過程中 它不會揮發出有毒的物質 所以你說的食材不只是外觀 包括你家裡面 對 那像門檻 我們也是做食材 就真的食材 真的食材 為什麼 因為你 住戶大門都是防火門 那今天發生火警的時候 如果你底下又是塑料 那沒有用啊 你還是在吸入毒氣啊 但我們底下做的是食材 它不會讓你產生有毒物質揮發 所以我才說這個叫天然無毒安全 嗯 對 嗯哼哼 所以就是 不論是在軟件的服務上 或者是在 比如說硬體的建築上 你們都做了很多 就是別的建築物或別的社區 沒有的貼心的規劃 對 oben屁股 零